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瞬間看獨贏的環節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主持節目 在這個節目中,我會將曾經贏過的馬放在一起 另外未必是贏過這程,也會藏在裡面 希望大家在選馬的時候會有一個框架 用堅仔賽馬APP這個功能其實是很方便的 希望大家就算不是主力頭豬,你也可以兼顧他們 很多時因為他們的年紀、檔位、甚至近跡或騎士 會令他們變回冷門 大家在選馬的時候都要千萬留意 未訂閱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歡迎按右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香港人賽馬頻道 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事不宜遲,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有什麼瞬間獨贏 3T長刺中間的關,第二關 看到平均分佈有六隻馬曾經贏過這程 進益線前一場贏完,上一場沒有用邊 抽過22秒正,因為14檔關係沒有用邊 有文華,但今次用邊會不會不同 醒目再想,生成冷門命 其實1400、1600才適合他跑 增回程,冷門千萬不要錯過 張俠就賺了一場贏了頸,加了分,不知道可不可以嗎 前進,投夠優出又要看看進度如何 因為加了分,對手也不太強 看看自己進度如何 至於獨角寶寶就是同場贏馬的時候 最高分重磅的匹力 儘管看看會否優夠兩個多月 突然間弄一個回馬槍 都不出奇這些馬,因為他都是想要賠率 有時馬很心機一點,高拍身很等得 未必一定要用巴道才會贏 至於深愛真的開始退化了,七歲 不可能真的要減分,減到五班才行 因為這些分,上次跑第二,博失了又加兩分 輸給金莊,令綠豆乖傑 不是很強的賽職,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至於春風得意這隻馬,試過贏1200 看看1400是否適合他跑 我覺得也不算沒機會,不過爭情難度高一點 看看大家如何想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今天已經結束了 明天7點3,還有這個馬迷早晨和大家見面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多謝收看這個瞬間看讀贏 我們明天再見,記得收小個手機的音量 拜拜 рис want� submarine